現在是早凌晨1點鐘 10月25號 然後等下5點多我要起來 然後準備去機場 去越南 所以我先睡一下 掰掰 我到越南了 我終於到越南了 現在越南時間應該是12點左右 所以我們就去Pickup那個新飛翔 這個是很厲害的翻譯 我從酒店出來走路 真的 那個馬路真的太驚險了 摩托跟車是互不想讓的 所以人要過那條馬路 一定是要 真的是不能走到一半的 要過就趕趕過完它 不然就是隨時就是 就永遠不用過馬路了 因為它一整個 整個越南他們的那個 摩托的數量 已經佔了大概 50%左右 所以 一看得出很多路上都是很多 摩托都在跑那種 我來到這個餐館 準備吃東西 吃飯 因為我是很不想會的 要拍一個video給你們看 這裡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這邊有一個 就是那種外國街道 很多那種 你什麼 在平常看到那種 那種 著名的品牌服裝店 全部都是 他們沒有一個很大的 購物店在這邊 他們就是 一間一間在那種 你隨便一個轉角街 就看到一個 一個名牌店 住在那邊 Prada Daiyo 什麼 什麼的那個 店都在這裡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越南最特別的地方 這邊是賣日本產品的一個 專賣店 來看看他們賣的價錢是多少錢 這個 這樣的薯片 現在 越南幣要55萬 很貴 它是不是很貴啊 只是換到來我不多很多錢 然後 整個要 320萬 超多錢 我剛剛買的這個 Tee Wee Green Tea 很像類似那種 我們KR那種 那種 那種 Cheese Tea那種 還是這樣的設計 然後它這邊收費 所以 賣我 39000 越南幣 所以 還算 價錢差不多咯 外面實在太多吃了 所以我選擇 先回酒店休息一下 太早起來了 可是我在發 我發現我酒店 有個新的東西 你們看 這個是那個 Controller 然後 你看 就按這個 神奇咯 以前 我住那麼多酒店 從來沒有 沒有看過這種功能 我要拉高一點咯 就 這樣子還算 蠻有情調下的 如果 情侶一起來住的話 裡面 裡面剛好看進去 是那個浴缸嗎 所以 浴缸 又有那種 那種 自動升降 那個 窗簾 你們 知道啦 就是 有情調的感覺 我準備去逛一逛 晚上的那個 Noise街 晚上跟白天 那個情況 的風景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 晚上有那種 有那種 Walking Street 然後 又有那種 Torris 常常走地方 然後又有喝酒的地方 就 夜深會比較精彩一點 室會比較多 然後交通一樣是 很亂 致 都 白天 好 到 都